2024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州 报经能源董事长蔡佳继 带着Semi台湾区总裁曹世伦 跟前经济部长沈荣金参观自家摊位 畅谈自家下一个大案子 也就是近年来 备受南部半导体业关注的完整大规模绿电 坐落在屏东县内埔乡 隶属于台湾农林公司的老皮农场 与估这里每年将可提供5.76亿度电给半导体业者 我们展览主转就是创生创新创能 内埔乡是地方创新的都市 就代表农业没有办法支持农村经济 我们现在发觉是农村需要的不仅是种植 它需要的就业机会 另外一个低碳经济来活动农村 希望这个案子可以带动农村的就业 减少它农业人口的流失 这个屏东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 位在总面积717公顷的老皮农场里 其中有400多公顷是最大单一地主光电案场 而以保经规划未来会保留26%的原始生态 21%做生态富裕 21%为茶园 光电厂占地28% 另外1.4%为休闲农业用地 我们希望带动一个光与农结合的新农村 而不是单独只有种场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农场里面的电都是用太阳能光电 也做一个永续的循环 我们希望大家来住宿的时候 是一个零负担了 是减碳了 在分析时间跟成本后 蔡佳靖强调太阳能比风能、氢能、地热跟海洋能的价格 更具竞争力 他跟标示当务之急 是要满足台积电R1100的要求 让半导体更流台湾 毕竟电不绿 企业链就要绿了 台湾需要很大量绿电 来扶植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而藏电渔民是未来趋势 包金能源今年6月 也进居能发挥不断电作用的家用储能市场 就要借台湾储能市场 2030年的经济规模上看2000亿元 现在储能价格已经降得很低了 我觉得工商储能 自己储能或家用储能 这个时代应该是3到5年 就慢慢来临 我们希望在未来住宿设施里面 都有预设一些储能管道 发展家用储能最有优势的 当属全台最大推案建商 保家机构的关系企业 包金能源 目前包金能源 已经和7到8间客户接洽 参加近年预估 亮到3年后 家用储能就能达到一个甜蜜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